這邊我會覺得整個法律大幅數據的分析 至少在法學研究 我這幾年在做相關的研究的時候 我會覺得是 其實國內可以往這一方面去做研究 像施傳老師他從家世事件的部分 我們從比較宏觀的角度來做這樣子的一個 去看整個制度運作的結果 那同樣的我用專利侵權訴訟 用台灣的數據來做分析的時候 假設我們同樣的問題也問說 如果在台灣有技術需求者的企業 要來從事相關的研究的時候 台灣的整個法律數據 呈現出來的結果會是什麼樣 那他甚至就是 帶給市場參與者 甚至就是說律師從業人員 給他的message 帶給他的message是什麼 那我這邊可能很簡單的 稍微把它呈現出來 可能這邊剛好是 我國制裁法院的一個資料 大家可能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就是專利訴訟的一些訴訟量 我覺得這個我可能就是把它跳過去 但大家可能可以看到的是說 如果一個訴訟進入到法院的時候 這個資料就是我所說的 今天的報告是只有人工 就是我用人工的方式去統計出來 沒有智慧 因為我沒有像這個 這個思純老師一樣 有這麼好的幫手 這個協助 但是我有很好的學生有幫忙 所以這個學生做初步資料的時候 就是可以看到說 如果在台灣 我們同樣的一個法律這樣子一個判決資料 它所呈現出來的結果會是 第一個可能這個訴訟進入到法國 法院的時候一個專利權進入到法院的時候 法院認為專利權無效的這個比例 基本上是蠻高的 那我這邊所呈現出來在一般的這個專利權 發明專利的話是七成 那當然法院它有其他的一些這個統計 我們等一下可以再說 那專利權的勝訴率 所以這邊可能回應到剛剛可能 我閃得很快的美國的那個訴訟資料 大家可以看到 在台灣專利侵權的訴訟 專利權勝訴率大概就是這個 百分之十二或百分之二十好了 我們抓比較好一點的 這樣一個這個平均的這個數字來看 跟我們剛剛看到在美國是百分之 這個五十以上或六十平均 六十到七十可能就會有不同的這個結果 那另外就是法院追隱的損害賠償 剛剛提到了 美國大約是差不多兩億多的這樣子的一個這個狀況 那在台灣我們的損害賠償 根據這個我用人工的方式統計的結果 大家可能可以看到的 大概它呈現的數額 基本上會是不高的這個結果 那甚至我們也有說 如果行為人是主觀侵權的時候 法院可以這個賠定較高的這個數額 在我國所呈現的這個狀況 那甚至這個我用人工的方式統計出來的時候 把因為制裁法院是一個很好的 可以做分析的一個這個法院 因為法官的人數比較有限 我分析的結果大家可能也可以看到 在這邊我把法官分成ABCD不同 就是這個一審的這個法院的這個結果 不同每一個法官大家可以去想見 當我這個案子 如果這個進入到今天成審的法官是J法官的話 大家可以去想見這個數據告訴我是 可能專利權大概申訴率很可能是相當的低 可嗎 所以這樣子一個 那當這個如果你在這種狀況 也就是原告的律師或雙方當事人要怎麼樣去 在訴訟上要面對哪些的話 可能就會是比較緊張 所以我這幾年會覺得說 法律大數據的這個分析 或在法學研究上對我來講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這個研究 我就會去去看說 同樣是用一個法規 為什麼 somehow在某一些這個法官 或者是在某一些案件 他呈現結果是這樣子 那有可能 也有可能是J法官 他所碰到的這個訴訟案件 都是專利權比較複雜的